这个花肉比较有意思啊 大家先看照片 然后呢 他问我 怎么样区分白蓝的花牙 还是它的叶牙 宝贝 你看过一些个女的吗 你看那么大兔子 每个都是怀孕吗 这吧 你得了解一个事 然后呢 它叶牙长出来 它没那么的饱满 这个是花牙 还有一个呢 它一般的这种叶牙呢 它不会从嘎吱窝里面 长得那么的小 还有一个 它长得长 随着变大 它会变白 慢慢的会开口 你如果都很小的时候 大家都看不出来 对吧 你比方说这个肚子 女人肚子有的是 稍微有点胖的时候 有点小 你说它是三个月了 还是肚子大 你得长大一点 好吗 花肉好心急啊 然后呢 它可能在这个时期 用肥是比较的究竟 不知道是用什么肥料 因为我之前给花儿没说过 你要开花的时候 用大量的淡肥呢 它容易导致花的一个脱落和藻屑 你这种时期问我怎么办 你就用蛋铃甲比较均衡的呗 对吧 蛋肥呢 一般植物是不爱缺的 你像咱们正常养花来说 大家用到的土也好 包括这个养花 它基本上是不需要补充蛋肥的 前两天又有一个卖浓脂的 给我扯蛋这个事儿 他没养过花的不太懂 我们大部分里面 不会用蛋肥 只会用一些什么的 以淋肥和甲肥为主 蛋肥一个是光合作用可以 再加上咱们用的土 基本上都是营养土 所以说呢 种花和种地两码事 这个臭膀啊 你要最让我看的话呢 这个大的 这个大的是花眼 那个小的在咋呢 希望花人们养花的时候 不要太过于纠结 太过于形式化 不是老花衣 养花最上衣 学不得及点个赞 来了